Hugo就想问700 但他没有说他什么时候买入 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沽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沽 可能想看暂时短期阻力位 其实如果向上 这个情况有点像你以前在高位跌下来 最下来的时候就是 你的下方其实你是冒险可守 所以其实是大塌的情况 而现在 其实他突破了环行区间上去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一个近的阻力 反而一个关口3月中那里 399.4大約400元边 其实今天是突破了 所以今天其实是 如果应该看近这个区间 之前已经突破了 现在再突破多一重 就是正式整个这几个月的环行底都突破了 我觉得是可以看好一些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些就会喜欢做一些很短线的 但是我会倾向是觉得 有个大一点的潜在升幅才去做 就是说一个直播率的问题 你大一点的潜在升幅 而你都看到风险是可控的范围内 这样才去做 所以这些其实是我觉得 出向好的讯号 就未必是这么快去想沽 一般来说 怎才沽呢 就是他掉头的时候 怎样为之掉头呢 现在呢 其实看到去 支持看到很远的 334 如无意外 这里应该会 全部都突破了 很多都超买了 如无意外 应该是有回调之后 你就才找到新的防守位 暂时未有新的 所以我会觉得 怎样说呢 就是很 就是低位的打算力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觉得 就是之前就觉得要留下 跌的时候 现在就觉得想估计 想走 但是高位的跌下来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是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买 这样的 那我就会 未必是这样的取向 反而是 我觉得 譬如 假设你是一个 腾讯的 其实就算 如果你是10元 买了 你20元 沽了 其实都不是怎么赚 反而我认为 200元买 你去到700元 都还拿着 这个可能说得长一点 我认为近年一点 譬如美团 你美团 你50元买 你60元就沽 的话 其实是赚2成 但是你100元才买 是不是高追呢 那在100元买 其实你之后 是上到300 所以我觉得 是看一个 大一点的 大一点的trend 会比较好 就多个是说 很短线 那你说这里 会不会回呢 那超买一定会回的 是 但是看你要看到 多短线多长线 是